对于有媒体报导 内阁九月将进行改组 金融市长林又昌渴望接任交通部长 到八堵国小视察校园防疫整备的林又昌 澄清自己从未接获征询 对于相关人事消息更是毫无所惜 我曾经在行政院服务过三年多的一个时间 行政院的工作非常的繁重 然后各个部会的工作其实也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行政部门还有各部会的首长 其实大家都很努力在工作 应该给我们所有部会首长更多的一个支持跟鼓励 至于今天的新闻的报导 我想我个人没有听说有这样子的传闻 另外当然也不可能被征询 也没有被征询 我个人其实也没有这样的规划跟打算 我们还是专心在金融市的市政 希望能够在有限的一个时间里面 把金融市的市政能够多做一点 然后能够做好一点 做得更好一点 我想这是我现在最大的一个期待 也是我们努力的一个目标 上任后市政满意度不断提升 更挤进全国前段班的林又昌强调 现阶段将持续专注金融市政 兑现与市民的承诺 让金融市蜕变成更为幸福的国际港督 其实前阵子我们在很多地方视察的时候 很多市民问我说 市政你可以再选第三回 我觉得很温暖 然后也很感动 我想我们现在金融正在蜕变当中 而且我们现在城市博览会 我们把它顺延到明年四月份的时候来举办 所以我们还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努力 记者张祈腾金融报道